贺建奎,11月28日午间,贺建奎走上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合纪峰会的讲台,向公众讲述他主导的人类婴儿基因实验,短短三天。 他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校副教授,摇神一遍成为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科技人物。 这个被很多名科学家联名抵制的研究人员,简称自己一直跟科学共同体保持着透明。 他的报告结束后,迎来了满场一位不明的掌声,中国科学报采访了一些在峰会现场的专家,听听他们怎么看到贺建奎的报告。 中国科学报,这场报告,披露了哪些重要信息,公布了哪些技术方面的细节。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魏文胜,在这样一个场合,不可能搞清他的所有研究细节。 他在报告中呈现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,还需要同堂以专业的眼光进行审议。 在缺乏同好评议的前提下,我对他的科学内容不做任何评价。 关于这件事情,现在根本不是纠结他科学技术问题的时候,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伦理一期。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迪小梅,他其实没有披露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新信息,只是证实了之前网上流传的信息,基本都是属实的。 一些关键性的问题,他都有意识回避了。 中国科学报,何剑葵回避了哪些关键问题? 魏文胜,我问他禁止人类黑胎不仅是国际共识,也是中国科研群体的共识,为何还要秘密从事这样的实验? 他没有正面回答,迪小梅尔,他就是不肯说自己的实验是在哪里做的,这些基因过的孩子是在哪里出生的? 他之前说孩子是在深圳一家出生的,但那家也否认了,他也不承认自己有来自公司的经费支持,说都是自己的钱。 一次回避掉了利益冲突问题,但公司的钱和他自己的钱怎么区分呢? 中国科学报,您现在关注哪些未澄清的问题? 迪小梅,我们质疑他是否跟科学共同体保持了透明? 他的回答竟然是,我一直保持着透明。 那他究竟在跟哪些人保持联系呢? 他此次提到,在冷泉港和伯克利基因组会议上展示过数据,还与斯凯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家进行过交流,这些都让我高度怀疑美国一直有人在支持他的研究。 中国科学报,不透明的结果就是,这样有极高风险的基建实验二度陈仓多年,直到基因因而降临人士,才被世人知晓,这让人们担心, 未来会不会有更多违规研究潜入地下,让改造过的基因流入人类遗传户呢? 迪小梅,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,我们也在探讨下一步该采取哪些措施,同时也要等待官方调查的结果。 现在可以肯定,他的工作为版了中国有关部门的规定,包括科技部和原卫生部2003年联合下班的,仁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, 2003年原卫生部颁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金子库伦理约德等,但我们也必须看到,在一些国家做了这种事情,是会被关进监狱的,但中国目前还缺乏这样的法律政策依据,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,尽快加强相关立法工作。 中国科学报,2018年11月,29日第一版要文,注意,有双弱拙更新了,此次改版后,每个用户最多可以设置12个长度订阅号,这些订阅号,将以往常的大图封面展示,为了不错过科学网的推送,请根据以下操作,将我们新标吧。 点击中国科学报进入公号页面,点击右上角的菜单选择设为新标。 搞定,请按下方二维码三秒识别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